今天为大家讲的电影是蝙蝠归来 影片开头就听到了婴儿的出生的啼哭声 在夜黑风高 次子的婴儿被父母偷偷的抱了出去 扔到了河里 三十多年过去了 在圣诞节高谈市到处传出 企鹅人的消息 有的说他形象怪 有的说他长得像企鹅 实际上在此之前 没有人看到过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瑟琳娜是一位粗心的秘书 当市长在他家里面 在台上想要演讲时发现 他的演讲稿秘书并没有给他放进口袋里 就在市民们聚集在台下 要看开启圣诞树时 企鹅的手下们开始疯狂的破坏城市 长子被绑到了下水道里 地面上的人们惨叫不止 蝙蝠侠开着赛车 不断的处理这些马戏团的人 刚出门的瑟琳娜被马戏团的人挟持 蝙蝠侠救了他又迅速离开了 瑟琳娜食到了一个武器 麦斯被企鹅人带到了下水道 麦斯提议他可以帮助企鹅策反 返回办公室的瑟琳娜发现这一阴谋 他以为麦斯不会弄死他 可是笑里藏刀的麦斯 一下把他从高楼推了下去 瑟琳娜坠落后 很多猫开始向他的身体聚集 使劲地拍打着他 他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滴滴撞撞的瑟琳娜回到家中 有了猫的习性疯狂抓挠 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个性感的猫服 重新复活的瑟琳娜具有了超能力 他白天依旧去上班 遇到麦斯 他告诉麦斯他失忆了 关于昨天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在一个舞会上 麦斯策划奇恶人救市长的儿子 从而奇恶人就有了一个光辉的形象 媒体把奇恶人描绘成了大英雄 奇恶人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奥兹瓦 奥兹瓦声称 他回来是为了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于奥兹瓦的回来 蝙蝠侠一直观察着他的动向 奥兹瓦调查后 发现自己的父母已经过世了 他对媒体悲切地说 他已经原谅了自己的父母 具有超能力的猫女 晚上在超市里蹦来蹦去 用皮鞭把衣橱里的模特的头打掉 设置炸弹把大楼炸毁 蝙蝠侠与他交手 导致二人两败俱伤 在马克思的帮助下 奥兹瓦顺利当上了高坛市市长 猫女穿着妖娃的皮衣 躺在奥兹瓦的床上 想用美色迎求奥兹瓦的联合 一起对付蝙蝠侠 奥兹瓦绑架了按圣诞树的公主 想让蝙蝠侠去营救他 然后陷害蝙蝠侠 蝙蝠侠坐上了奥兹瓦 动过手脚的赛车里 无法控制赛车 赛车摧毁了马路上的车 当快撞到人时 奋力摇晃车的蝙蝠侠 使车暂停了一下 奥兹瓦控制车了 愤怒的暴跳如雷 知道和猫女无缘的他 要杀了猫女 把猫女掉在了高处 还好猫女有九条命没有死 在奥兹瓦面对市民讲话时 韦恩播放了他说 要把整个是玩弄于鼓掌之中的 不雅话语 市民纷纷扔菜叶赶他下台 在高潭市待不下去的奥兹瓦 回到了恶臭的下水道 他告诉他的手下们 他不再是奥兹瓦了 他是无情的企鹅 脾气怪异 长相猙獰的企鹅人 给企鹅们装了装置 命令他去抓高潭市的长子 他亲自过去抓市长的长子 麦斯说服了企鹅人 地下室关到了一个巨型笼子里 奥兹瓦在地下室观看外面企鹅的状况 蝙蝠侠火速赶去企鹅聚集地 用信号干扰让企鹅们返回去了 愤怒的奥兹瓦开着他的小鸭子出来 小鸭子也被摧毁了 他从蝙蝠侠手里抢过遥控器 按了一下 自己被烟花一样的炸药炸飞 回到地下室的蝙蝠侠看到了猫女 他要杀了麦斯 蝙蝠侠取下面具 希望猫女能够放下仇恨 和猫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猫女拒绝了 麦斯拿手枪一次次向猫女开枪 猫女拉着电线给麦斯一个吻 翻开废墟的蝙蝠侠看到的只有头颅 片尾坐在汽车上的韦恩看到一个猫影 他下车看到是一只猫 他抱在了怀里 这部电影正义感极强 斗争之中略带搞笑 希望我们的世界永远和平 这样我们也不再需要蝙蝠侠维护和平 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我们的世界永远和平